新竹堅持新樂國小 22號舉辦春校聯合聖誕節 邀請同村族人和學生 歡度聖誕節 校長高文良表示 這次活動以感恩媳婦為主題 期盼學生能保有感恩的心 來幫助他人 那今天是我們的聖誕節的 一個慶祝活動 那今天呢 整個主題是做一個感恩跟奉獻 甚至於做一個敬老的一個活動 我覺得這個時候是 一個最棒的愛的展現 在許多社會三星團體的贊助下 慶祝活動除了提供多項獎品大禮 也頒發獎學金 鼓勵成績表現優異的同學 那我們除了對這個讀書 表現成績優異的同學 我們頒發獎金 那我們也對年長者 這個我們也特別關懷 同時我們也走出我們科技圈 到偏鄉來關心 偏鄉的兒童跟老人的生活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活動 32號 主任專注 領聽中獎號碼 期待幸運女神降臨 擔心完了幾步就失去得獎資格 部分家長也特地排除工作 來到學校活動現場陪伴孩子 我要是學校的家長 謝謝學校 主辦這樣的活動 其實也可以跟小朋友工作 可以算不錯 這次有抽到 還沒還沒再準備 當然期待 22號當天除了上午感恩聖誕的抽獎活動 下午4點另外站監使文化館 也安排了聖誕嘉年華 及創意環保聖誕樹點燈已逝 遠視新聞 虎樹 許佳龍 新竹監使採訪報導 好